最近東奧盛事包含總統蔡英文及行政院長蘇貞昌的聲量 都因為Follow時事都有往上升 而7月中疫情趨緩之後 現在的蔡政府支持度似乎也有連動影響 你可以看到台灣民意基金會最新公布的民調 原本在6月民進黨的支持度是22.6% 但是現在7月已經來到了28.3% 整體的支持度上升5.7個百分點 國民黨同樣也是上升的 不過民眾黨微微的下降 至於像是時代力量跟台灣激進黨 這兩個政黨也都是往下降的 蘭英都把這兩個政黨認為叫做 范率他們的支持度目前合計下來 是降了5.3個百分點 這看在國民黨青年部主任陳瓜安的眼裡 認為有點玄機 因為他覺得國民黨的支持度是提升的 感覺就像來自這兩個范率的小黨一樣 所以他說一年來范率的基本盤 從原本的48.1%降到32.8% 如果以人來計算的話 就是民進黨已經流失了近300萬的支持者 況且民進黨在26號曾經公布一份內部民調 說民眾黨的支持率已經快超過國民黨的 但他說台灣民意基金會來看的話 國民黨跟民眾黨其實還差非常多 所以他認為這都是民進黨在操作 要製造國民黨已經衰退的趨勢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 並且去下載TVBSSO 感谢观看